新版精神卫生法将在12月14号上路实施 原定21项的执法会一起同步生效 但其中的6部因为要跟司法院讨论 会另定施行日期 特别是强制住院的部分 现行做法是 如果病患不愿意 会先经过两名的精神科医师评估 并且向卫福部审查会申请强制住院 不过新版的内容则是要改采法官保留原则 另外新智也明定医院需要帮病友拟定出院准备计划 但是社区的关怀访试员人力不足 也恐怕会成为隐忧 小女孩哭喊 但旁边的白衣男子还是不断强拉硬报 就怕类似案件层出不穷 为了建构社会安全网 新版的精神卫生法将在12月14号上路 但其中的6部执法因为跟司法院有关 还要令定施行日期 当中变动最大的就是强制住院 目前是有专科医师判定 如果病人拒绝 就会再有两位医师鉴定 再跟卫福部审查会申请 而新法上路之后 则是改成向法院提出申请 会有法官精神科医师 跟病人权益团体代表组成合议庭 需要过办意见才能决议 而且申请裁定延长长治住院的次数 改为一次违宪 人权的这个意识越来越被受大家重视 原本的审查单位是卫福部 他的这个判决其实是一个所谓的行政命令 那到了这个法官判决 法律的位阶 第一个是会比较提高 新智也要求精神疾病患者 在离开医院前 医疗院所需要拟定出院准备计划 通报卫生局让社区社工 访试人员可以顺利接住 刚出院的病人 避免出现空窗期 但目前的关怀访试员只有592名 却需要照顾两万六千多名病友 人力不足恐怕也是问题 尤其是重大精神疾病的病人 他其实是有病适感缺乏 主动就医的能力是不好的 这几年来就是政府在人力的部分 是有长足的成长 到完全足够 当然是还有一段路要走步 要怎么扩充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服务资源 也是重大考验 记者魏宇田帮满旺家 TV报道